每位好料理 健康跟著你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他是李偉翰李師兄 好 偉翰兄你好 嗨 你好 是 偉翰兄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什麼料理 今天呢他是用這個杏鮑菇來做變身 杏鮑菇大變身就對了 變成什麼呢 我們要做兩道菜 還有一個叫做芙蓉就是蟹黃的部分 就是蟹黃豆腐 蟹黃豆腐 對 還有呢 那一個就是一樣用蛋的部分 就是叫做芙蓉爆菇 芙蓉爆菇 這兩個名字聽起來都很好聽 所謂的芙蓉就是有蛋的意思 是 蟹黃豆腐是不是 蟹黃就是那個 對 紅蘿蔔 紅蘿蔔 上次你有教過 好 那我們要先來做蟹黃豆腐嗎 對 好 現在做的是蟹黃豆 我們現在把調這個 怎麼樣去操作這個蟹黃的部分 那當然蟹黃少不了就是要有胡蘿蔔 對 好我們現在來一個碗 我們來裝這個蟹黃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是準備了材料出的這個胡蘿蔔 要把一些呈現這個 小碗就可以了嗎 中的碗就可以了 中的碗 對 因為我們呢 要讓它比較蟹黃深等一點 所以我們還有一點這個蛋白進來 這個好不好 可以可以 我們就刮一點這個胡蘿蔔泥下來 如果你有那個磨泥器是最好的 刮我們這個 胡蘿蔔泥下來 好 那有的人蟹黃做法呢 讓它量多的話 你可以喜歡吃南瓜 你可以用南瓜 用南瓜喔 對 南瓜也是要用磨的嗎 南瓜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壓碎就好 南瓜泥就行了 用南瓜也行 那個量就可以很多 那這個稻菜呢 是有點像湯菜 它有點湯湯的感覺 那我們希望說 它這個蘿蔔泥之外 我們要讓它升級 剛剛講說不能用那麼的單薄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會要加蛋白進來 加蛋白 啊蛋黃不用嗎 蛋黃就可以做其他用途了 好 這一集呢我們就是用蛋白就好了 可是因為我們蛋白呢 不要全部都下 所以第一次我們要調這個 蟹黃泥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半顆的蛋白就行了 半顆就可以了 對半顆就行了 它是不是有一點勾芡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的蟹黃不是就散散的 看起來就是不夠大氣 我們就是要有一塊一塊 那個蟹黃蟹膏都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要有那個感覺 所以一定要加一點這個蛋白進來 那要它有點感覺到有點稍微稠一點的話 我們還會加一點手取的這個太白粉 它就可以呈現出那個蟹黃的感覺 蟹黃的感覺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就是我們的胡蘿蔔泥 那剛剛講說我們這個蛋白只要半顆 給我一個筷子好了 筷子 對 給我筷子會比較好操作 謝謝 好 那因為我們要半顆 所以就這樣倒半顆進來 好 一半 好 然後呢 就是 好我們的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加一點這個 太白粉 太白粉 一點點 太白粉 對 那因為我們味道它不需要它那麼的心 因為剛剛有加了蛋白的關係 所以它會有點腥味 對 所以呢我們要加點胡椒粉進來 對 對 現在要調味了 對 壓一點那個腥味 不要它那麼的腥 好 所以把它弄進來 其實這樣有點稠稠的 其實看起來就蠻像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 我剛剛講的說 如果今天這個湯菜 你需要它量多一點的話 你不妨就可以加一點南瓜泥進來 它是OK的 那可以南瓜跟紅蘿蔔一起 也可以 它裡面都是有胡蘿蔔素 它們兩個是搭在一起是OK的 好 那我們希望它一點點 一點鹽不要太多 再一點點進來就好了 那剛剛講說要點太白粉 好 太白粉 好 一小湯匙就行了 好 因為它不要 我們不像它這樣稠稠的 好 我們說它一點點意思意思就好了 好 那待會呢 我們就起一個鍋 先把這個湯炒起來 先把它炒起來 對 因為我們就看這感覺上 如果說這個太稠了 那我們不妨就可以加一點水進來 好 讓它不要那麼的稠 好 可以給我一點點水嗎 所以它是要水水的感覺嗎 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加太白粉進來 所以呢 它比較稠 因為剛剛我們是加半顆的蛋白 對 那是有點 好 可以了 然後有一點點水 好 那我們就是有一點點油 我們就起一點油鍋 來炒這個 我們這個蟹黃的部分 先把它炒起來備用 好 好 好我們現在要熱好這個鍋 就直接先來炒蟹黃的部分 把蟹黃這個 翻炒完的東西把它弄進來 嗯 好 我們用筷子比較好操作 喔 用筷子炒比較好炒 對 這樣快速的炒 對 對 欸 有七分效了 對 有沒有 好 這個 炒出來 真的耶 它要加點蛋白 它才會結塊 好 這樣才會結塊 因為我們不需要說它是散散的 好 好 對 我們就一個鍋的把它盛起來 它就是我們的蟹黃的部分就好了 好 好 那再來我們再處理我們的豆腐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說是 讓它有升級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就會用這個杏鮑菇 好 用了這杏鮑菇 讓它這個感覺上 不要只有淡淡的這個豆腐 那這道菜有兩種做法 是 我們今天是把它用很像湯菜的做法 那有一種做法是 就是把它乾煎 把豆腐乾煎之後 就把它直接淋上去 再把那個蟹黃 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話就是有一點點實話 是有點湯湯的菜 所以它就是 我們 這個料理上就是叫做湯菜 就是有一點湯汁的菜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對 杏鮑菇 因為杏鮑菇要跟我們這個豆腐做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有點 看起來是把它有點切丁的感覺 要切丁喔 對 要把它切成丁 因為其實都是豆腐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是在口感當中 它有一點脆脆的感覺 它就不會有那個太單調 所以我們就會加點杏鮑菇進來 那還有一個好處是說 那我們這個湯汁呢 它是有一點點甜度的 是 因為講說杏鮑菇有它那個甜度 我們希望說杏鮑菇的甜度進來 我們這個糖啦 或者是香菇粉汁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少加一點 好 那當然我們再去 我們第一次在操作的時候 我是希望說你們可以買這個 雞蛋豆腐 那這一次呢 我用的是雞蛋豆腐 是 為什麼一定要雞蛋豆腐 因為雞蛋豆腐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它比較不容易破掉 所以我今天是用的是雞蛋豆腐 那那個板豆腐不是更硬 更不容易破 它口感就不好啦 對 因為我們用的是它的口感 那如果說你今天用的不是雞蛋豆腐 那其他的話 口感又不好 那吃起來的話 感覺就比較不符合我們的這個 芙蓉的感覺 對 這個 要跟我們的蟹坊搭在一起 好 所以它感覺上就不是我們的OK 好 所以我們就希望用這個 好操作的就是 好 用雞蛋豆腐來 然後 因為豆腐呢 我們需要把它 中間 不要那麼大 我們就把它中間剝開來 好 把它切成小丁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等於是說要先把這個湯汁做起來 好 那我們要把它湯汁好吃 所以我們還是要希望 這樣藉由這個杏鮑菇來 讓我們這個 待會我們的醬汁 整個在裡面的話 會比較甜味 所以還是 做法上來講 還是從我們的杏鮑菇 先來下去 好 那我們說 經過乾炒之後呢 這個甜味 自然的甜味就會散發出來 好 好 那其實這個鍋就不要再洗 因為剛剛我們這個鍋 炒那個蟹蟹的鍋 對 炒蟹的鍋 炒蟹的鍋 下去煸就可以了 其實也有蛋香 因為待會這整個道料理 去把它結合的時候 它的味道才是一致的 好 不要說為了乾淨 再去洗一下鍋 哇這整個味道就跑掉了 很可惜 好 所以切完切完 中間就不要再去洗鍋了 好 好我們就把這個杏鮑菇 一樣去把它炒出來 那個香味出來 好 因為乾鍋炒其實就可以聞到那個味道出來 有沒有 好 那其實如果說家裡又是說沒有高湯對不對 其實你把杏鮑菇去炒一炒 加了水下去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高湯 杏鮑菇炒一炒 對 加水下去就是一個很好的高湯了 欸那很快速喔 對啊對啊 就是那個簡易的高湯 簡易的高湯 對簡易的高湯 對 好你看這樣炒的話是不是味道就出來了 嗯 對 好那我們 給我一點水 水 對 好 有嗎 好 再一點點 再一點 好 好 感恩您 因為這道菜我們是有點湯湯 有點湯菜 所以我們不要它太水 所以我們就 這時候把豆腐加進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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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們用雞蛋豆腐它比較好操作 它這樣它就比較不會容易滑起 對 對不對 好 這樣那個比較成形 對 比較成形好看 美觀 對 那如果水引金斑 不是用這種雞蛋豆的話 你可能出來的這個豆腐就是 就碎掉了 對 好 我們現在燒得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下它有點顏色 有點點琥珀的顏色 那要琥珀色 醬油就是要有 可是醬油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是它的顏色而已 是 所以我們要一點醬油的顏色進來 好 我們就看 慢慢加 慢慢加 顏色 差不多了 我們就 不要再把鹽加起來 煮這一道菜不能太出爐 對 太出爐的話這個整個蛋 就碎掉 對 都碎掉 碎掉了 好 那待會兒就 完了這個醬油以後呢 我們再加點鹽巴進來 好 加點鹽進來 不要太多 加一點點進來就好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菜是都很淡淡的 好 加一點糖 好 加一點糖進來 後來我們還加點這個山菇粉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在這個旁邊 好 我們再給它推一下 你看 好 這個要做的時候這樣推 推它就好了 推它這樣 千萬不要用炒的喔 不要炒 要稍微這樣推它 不然它很爽氣 這個是什麼 好 那這個就是因為我們讓它這個 料豐富一點 所以我們會給它一點點這個 蛋白下去 那我們就給它打一點 但剛剛不是說 這個剛剛的半顆蛋白 對 半顆 對 留著現在用 因為它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就太單飽了一點呢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半顆蛋白加進來 我們讓它希望還有一絲一絲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筷子 把它弄一下 讓它倒出來的這個是一絲一絲的 好 好 那看起來是不是這個 它的湯菜是不是就會比較不一樣 讓它這個像升級版一樣的感覺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樣子差不多了 好 我們就把這個我們的餡黃放進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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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進來之後呢 好 好 我們再給它稍微 好 推一下 好 它在上面就是呈現不錯的感覺 好 那起鍋的時候呢 我們再給它滴點香油 好 那如果說家裡沒有香油的話 其實這樣也就OK了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盛盤起來 好 那這個蟹黃豆腐這樣就完成了 對 香噴噴的蟹黃豆腐 對 好 那繼續是第二道是 第二道菜呢就是 就是芙蓉爆菇 那這樣是芙蓉爆菇 就是跟蛋有關 是 好 那我們就是我們今天就是用我們的 杏鮑菇來處理 那今天以後就是要它煎 所以我們再把它這個杏鮑菇是 切成片狀的 好 把它切片狀 對切成片狀 那是要有厚度的那種嗎 對 因為它實在有一點口感 好 對 好 我們需要一點片狀 然後待會呢它要怎麼樣去做它呢 就是要 剛剛講說有芙蓉嘛 就是少不了一定要有這個蛋 所以呢 它必須要把它放到這個大的鍋裡 大的碗裡面去 我可以先吃一下你的那個嗎 可以啊 你的蟹黃豆腐嗎 蟹黃豆腐 因為它一直在我前面 很香 很香 然後 它有一個特殊的香氣是來自哪裡 香氣啊 就是我們那個杏鮑菇啊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用杏鮑菇下去呢 它有點香味的倒在這裡 所以才不會就是那種 單單就雞蛋豆腐的口感 對對對 對 聞起來好香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把它弄好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個整個全蛋去醃它 所以我們不需要一個很大的這個碗來操作它 那當然我們去它的配料上來講呢 就是我們要鋪在上面的東西 我們就用這個小黃瓜在上面 這個好好吃喔 而且它的那個湯汁啊很甜 對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用這個 好吃 好 把黃瓜好我們把它切成丁 因為我們等一下是要跟我們這個 放在我們的包菇上面的 所以呢 我們這邊是把它切成小丁 好 因為我們要匯到上面去的 對 那我先把這個把它切好 好 我們先把一個蛋打進去 蛋 打在碗裡面 我幫你打進去 對 好 全蛋嗎 對對沒有錯 就是一個全蛋 好 我們就利用時間把這個 這個小黃瓜都把它切好了 它有貨 對 小黃瓜 小黃瓜 小黃瓜跟紅蘿蔔切丁 對切丁 然後現在要來處理 好 我們的包菇 杏包菇 因為叫做芙蓉嘛 對 所以少不了就是要豆腐 這個蛋 蛋 好蛋 那因為我們蛋它有腥味 所以一定要給它一點調味 對 我們就是給它這個 胡椒粉 好 然後一點點鹽巴就好了 好 一點鹽巴 抓醃它 對 好 然後就把這個包菇放進來 因為這個包菇還算是多 它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讓那個杏包菇沾上蛋汁 對 對 所以它必須要用蛋汁的地方 因為杏包菇會吸這個蛋汁進來 然後它都吸在蛋汁當中 它就可以感覺它的味道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用蛋汁去抓醃它 對 因為剛剛因為今天量比較多 所以要看自己的這個準備的部分 那我們抓醃完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其實要它全部都入味 它需要一點時間給它 是 對 差不多我們要10分鐘 那因為這是看我們的量 因為我們今天為什麼說要切這麼大片 因為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切這麼大片 就是說 看起來就是 這一顆當中是一道燕一顆的菜 真的 所以 我們就會比較 就這個杏包菇本身來講 我們就會 要講究一點 大一點 好 那 我盡量把它抓的時間 稍微 讓它稍微糾一點 讓它有點入味 讓進味到我們杏包菇 因為杏包菇它本身有這個 毛細孔 所以它蛋汁它會滲透進來 那當然你作業時間久的話 它才吸的會更多 那當然我們這個 爆菇的鐵味 跟這個蛋的結合在一起 它就更好吃 好 我們先把這個鍋 先給一點油進來 因為我們要煎這個包菇 所以要有一點油 當然我說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當然是時間久越久是越好 好 作業的效果呢 那如果大家希望它更快的入味 還有一個辦法 醬的油夠嗎 夠夠夠 你就在杏包鍋上面呢 給它搓 用牙籤給它搓動 喔 搓動 對 它的時間會更加的快速 這樣會比較快喔 對 會更加的快速 好 那我現在搓來得及嗎 現在來搓恐怕有點大不及了 來不及了 因為我們還是 就是 大家告訴大家怎麼樣做的方法 那這個時間上呢 大家就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拿捏 好 我們把它做醃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一片包鍋 把它放進來 好 要去煎它 那火當然是不能夠太大啦 對不對 好 太大的話其實就OK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從這個 整個料理上來講的話 是蠻討喜的一道菜 是 對 它的名字就很討喜了 對 芙蓉鮑菇 對 芙蓉鮑菇 它其實剩下這個蛋 其實你也說 也不要去把它 那個啦 其實它有它的好處 待會其實還可以把它淋上去 它其實也OK的 好 所以我們就先留著 先留著它 等一下也可以用 對 好 那因為我們要煎它的時候 我們火不要太大 因為我們先 在煎的時候 然後 要先看到一點定型的時候 我們再去翻它 不然它這個時候 一換到它這個 蛋汁在附著上面 會附著不好 所以先不急 大家開始煎的時候 也沒有溫在三位了 有 是不是抹了蛋汁 它那個杏鮑菇本身的水分菜 也會被鎖住 對 會鎖在裡面 不會跑掉 對 對 好 那差不多一點塑形的時候 我們再考慮到說 把它翻一下面 好 否則它還沒有塑形的時候 你動它的時候呢 上面抹了蛋液就掉下來了 是 就很可惜 我們要它的感覺 呈現出來 感覺就失去那個效果 好 對 我們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 把它 開始翻面 好 那這個也是要煎到金黃色的感覺 對對對 恰恰 有點金黃色的感覺 那這樣子成一盤的時候才會好看 好 因為我們這個鍋實在 因為我們材料很多 我們這個 台內可以說是不惜 這個成本 下去用這麼多材料 好 那這樣的話等於說 讓它慢慢的煎它 那我們在 這個鍋子就不要讓它閒著了 我們就可以來炒這個東西 那你可以幫我鋪這個嗎 好 這樣速度會更快一點 好 那有什麼問題 可是我要用這一支 好 沒關係 好的 那我們先把這個料要炒好的時候 到時候盛盤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這個來處理 好 所以我們需要來 我把這個 菠蘿菠放進來 好 我們兩個要不要換位子啊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這樣子 沒有開 沒有開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很快的把這個 不要大火對不對 對對對火不要太大 因為呢 這個火蘿蔔一定要建議炒過 它才會有甜味出來 好 所以它需要一點時間去炒它 好 好 那 也一樣把它炒到軟 炒到甜味出來 因為 我們剛剛要加一點油 因為胡蘿蔔 它是屬於這個 脂溶性的這個 蔬菜 所以必須要把它炒到 它有點甜味出來 這個 才是OK的 好 那我現在這個感覺上就是這樣子 兩面 就是有點金黃色 就差不多了 是的 所以才先整盤 那我們先把這個 剛剛有時間把它炒出這個甜味出來 我們這個胡蘿蔔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它 我們要淋上上面的醬汁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黃瓜再放下去炒 因為呢 我們不希望它黃瓜的時間 香喔 對 那麼的久 因為它炒太久的話 黃瓜就會失去它的本身的這個味道 所以我們的時間上沒有那麼久 它的甜味要跟我們的 胡蘿蔔是一起 所以我們先把它炒出甜味之後 再來放這個黃瓜進來 那我們現在炒一下 我們就要準備放一點水進來 我們要勾這個流離芡在上面 好 流離芡是不是就是那種白白透的味道 對 對 所以要有水 這個水還太少 水太少 再多一點 因為我們的料比較多 好 好 那我先 要勾芡之前 我們先調一下味道 因為它上面是沒有味道的 好 我們給它調一點味道進來 好 很簡單的 我們就是胡椒粉 一點點胡椒粉進來 好 還有一點點鹽 還有一點點糖 已經有本身有胡蘿蔔的甜味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給它太多的這個 好 味道 好 那要勾芡之前 千萬千萬記得火要關掉 因為鍋的熱度已經夠了 好 已經夠了 好 我們可以給它這個 既然流離芡 所以我們的粉不要太多 我們的量的話大概是量兩兩小時 平時就好 好 好 是不是水要多 對水要多 這樣才會薄 對才會薄 因為剛剛大概是兩湯匙這個水水 這個麵 這個 它白粉 所以我們的水要稍微多一點進來 好 差不多是它的三倍了 好 好 那記得喔 我們在勾芡的時候 千萬千鍋子就不要開火 它不要太 不然小心我們加進來的東西會這個結塊 好 我們就 好 這樣子 把它淋進來 好 那淋進來之後呢 確定沒問題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火開起來就行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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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再把火開起來 慢慢不要開大火 好 我們開小火就行 因為剛剛 芡粉勾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 好推一下 好 好 好 它這個芡汁幾乎是感覺不到 對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它 不要那麼多的水 我們還是希望說它有這個料在這上面 所以我們不要它太稠 好 這個醬汁好了 所以我們再淋一點在上面 好 就是完成了這道菜了 好 對 對 OK 這個就完成了 好 這個就是芙蓉爆菇對不對 對 這個有一點外國菜的感覺 對 它這是用法式料理來做改良的 來做改良的 對 你看 一般我們做杏鮑菇 做過很多杏鮑菇的料理吧 對 今天又多了一樣 杏鮑菇不同的做法 對 就是事實上我們做 像我們是排餐啦 對 也是這種做法 對 好 今天很感謝我們韋翰兄來教我們做這兩道蟹黃豆腐跟芙蓉爆菇 對 謝謝你 下次再來跟我們分享其他的好料理 好的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再會了 蟹黃豆腐的做法 1 先用刀子刮下紅蘿蔔泥 加入蛋白 太白粉 白胡椒 鹽巴 拌勻 2 在鍋中加油炒蟹黃 3 杏鮑菇切丁 雞蛋豆腐切丁 4 炒杏鮑菇 豆腐 再加水煮大約5分鐘 之後加入醬油 鹽巴 糖和香菇粉 就可成盤 芙蓉包菇的做法是 1 小黃瓜和紅蘿蔔切丁杏包菇切片 2 打一顆全蛋 加入胡椒粉 鹽巴拌勻 再放入杏包菇片 抓煙 3 用平底鍋加油煎杏包菇 4 取另一鍋 加油下紅蘿蔔丁炒 再加入小黃瓜丁和太白粉水勾芡 就可成盤 加油下紅蘿蔔 顏色 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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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